大家好,我是九龍豪宅Cavin Go 今天為大家介紹就是河文田山道的晉慧苑 我們現在一起去看看 位於傳統豪宅區,河文田山道 除了有幾棟比較新型的地標式大廈之外 1971連絡城的晉慧苑 就是傳統豪宅區的地標 它總共有三座,提供77個單位 屋苑裡還有一個室外的游泳池 屋苑之前也做過大廈維修 現在我們這個就是C座的入口大堂 今次帶大家看這個單位 實用面積1905呎 入門口後就看到這個巨型的飯客廳 面積接近590呎 單位除了有一個大露台之外 旁邊還有一個氣窗 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個超級大露台 從露台看到出去的景觀 由培政學校區一帶 接著就看到窩山的遠流景 之後就看到常盛街公園 遠至澳門的景觀 讓你一覽無遺 從這個角度看到的飯客廳 就知道這個單位多實用了 現在我們就看看這個飯廳的位置 飯廳也有一個窗 如果兩邊窗開了 就做到對流斜封的效果 單位是屬於三房一套的間隔 現在我們先看一看主人房 不要以為主人房只有這個鏡頭 預留在這個位置 擺放大型衣櫃 走過浴室還有一邊窗 主人房面積接近350呎 臨去主人浴室前 還有一個衣櫃和儲物櫃 主人房浴室 裝修過 有窗 用浴缸 浴室面積都相當闊落 儲物量充足 第一間客房成長方形 業主都做了一大排的衣櫃 另一間客房採光度相當充足 曲尺形的窗 將所有陽光可以進入單位內 這間客房亦預留了衣櫃位置 下次保養得不錯 有窗保留用溶缸 廚房 廚房這麼大 靠窗的位置 擺放了洗手盆 旁邊擺放了基本的煮食爐具 這個位置擺放雪櫃 剛剛好 另一邊做了大量的廚櫃 儲物量和備餐空間相當充足 房子這麼大 工人房當然會有 一間夠不夠? 不夠 給你兩間 兩間獨立的工人房 有自己獨立的洗手間 今天帶大家看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讚好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下條片見 掰掰